每天都要准备这么大一锅吗 是啊 每天都要准备这么多 这一锅还不够哦 这一锅还不够啊 对还不够 一天要买两三三锅豆花 三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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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八锅 八锅 八锅 三锅 感觉这凉菜卖的好便宜 外面的是七锅 这是原来的 哦这是原来的 我看外面写的凉菜也是凉快啊 对 蔬菜凉百分之计划 超大锅的豆花 好嫩啊看起来 在这边就用到一股豆香味的 豆花 这豆花是甜的吗 这个是白味的 白味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二丝 那个烧白 下面是这么一颗的 嗯 下白是这么一颗的 下白 下白 还带他 嗯 带他就搭了 搭一多哈 嗯 嗯 原上的 全嘛 这也挺好的 嗯 嗯 来吧 我先进去 重庆的这个叫山坂 但是我们说山坂 给你看 不知道是什么 是吧 嗯对 对 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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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共有多少种 17种 像那一天的话 大概在准备多少 几百万 几百万 不止八 我感觉 哈哈哈 真是谦虚了 不止不止 那你们这个店做有多少年了 38年 38年 老店了 对要吗 这三个这个 对要 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 拿一个 拿一个 看去这一碗 好 好 豆花要蘸这个辣椒油吗 这个在里面 这样就吃了 好的 九九豆花馆是重庆 豆花店的鱼旁把子 豆花饭是属于重庆的一个地方特色 我没有想到它是这种小碗小碗装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种 要了有两个肉菜两个素菜 一个豆花还有一个米饭 像这种素菜的话都是2块钱 感觉好便宜啊 这种小碗 肉菜就是7块钱 基本上就是最贵的了 就这种 要了一个猪鼻子 然后一个猪 叫核桃肉就是 过来就是猪的脑盒 每一个上面有饭都拌的有辣椒 应该调料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每个口感不一样 老抽辣椒 有点鲜 有点像我在长沙吃的那个小碗菜 但是那个可比这个贵多 果汁是脆脆的 豆干的话口感就比较干一点 必吃豆花 我蘸到它那个锅边的时候就能闻到 非常香的浓郁的豆浆的味道 他们是一天要最多要买八锅 我感觉一锅四分一二百瓣 应该是没问题 卤汤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但是并不难说 这个豆花是要蘸那个辣椒的 咱先尝一下 光吃的豆花是什么 豆花超级嫩 跟那种豆腐脑还不一样 豆腐脑是成块的 像这种的话到嘴里面直接又散开了 蘸一下辣椒 好嫩这样 而且它这个豆花吃起来是没有腥味 就是豆香味的 我感觉他们家这个辣椒有的是特别香 香味不辣 反正蘸辣椒更好吃一点 我一开始非常理解 豆花和米饭在一起吃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 就感觉豆花是那种 是啪啪的 然后米饭就是硬一点 口感一定不好 但是在这的话 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几块的话应该加起来是二十多块钱 两分两素一个豆花还有米饭 辣椒控油 我这几天在重庆吃的 昨天晚上咳嗽嗓子都是冒烟的 吃飨了 吃飨的 你好 很 entertaining 中文字幕——YK